电影是拿来看的 这是我们普通大众的认识 可是有个老头拍了一辈子电影 奥斯卡奖拿的手软 票房记录举世无双 他却说电影是拿来玩的 怎么个玩法 这就需要外接设备 护身腰带 体感手套 全自动跑步机 外加一个轻巧的VR眼镜 欢迎来到绿洲的世界 绿洲既是一款游戏 也是一部电影 喜欢竞争的 可以在这儿打怪升级 捡金币 喜欢休闲的 可以在这儿旅游观光找对象 只要你够努力 就有机会爆出神器 和课金大佬一较高下 打架打累了 也能拿去换个天价 磕一身靓仔皮肤 泡妞泡到手软 这个绿洲世界诞生在2045年 此时的世界问题成堆 农业凋敝 工业萧条 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穷人被赶到贫民窟 住在废品建成的大棚里 绝大部分人类选择了放弃治疗 躲进绿洲世界 享受虚拟人生 财富也从现实迁移到绿洲 在绿洲里死亡 相当于个人破产 要么重来 要么死 一个伟大世界的发明者 就是这位天才哥 天才哥是个影迷 也是一位高玩 创造绿洲不久后 就遭到上天嫉妒 送他领了盒饭 天才哥玩心不死 嗝皮钱还给大家留了个游戏 他在绿洲藏了三把钥匙 只要集齐钥匙 就能得到彩蛋 成为绿洲之王 一时之间 绿洲刮起了寻宝风 一家名为LOL的公司 更是搜罗全球高玩 组建了一支寻宝智囊团 LOL的boss是野心家爆弹哥 每天研究的就是弹窗广告 要是被他拿到彩蛋 世界恐怕只会剩下广告广告 还是广告 五年之后 以衣冠的线索被找到 这是一款赛车游戏 谁先到达终点 就能得到钥匙 选手中有两位大神玩家 圣杯骑士阿伟 比赛一开始 小沙就火力全开 驾驶者红色闪电 上眼急速飘移 阿伟更喜欢猥琐发育 躲在后头 一边观望 一边捡钱 路上各种机关陷阱 还有霸王龙 在街道肆虐 阿伟好不容易避过 重重危险 眼看通关在望 半空却突然跳下一只金刚 将道路拦腰阶段 阿伟猛打方向盘 来了个紧急刹车 小沙在后头想要亡命一搏 幸好被阿伟截了下来 阿伟英雄就美 本以为可以趁机撩妹 谁知小沙 却骂他胆小鬼 根本不配做个猎人 这也不能怪他 身上那点装备 是他最后的家当 在绿洲中 阿伟是孤胆英雄 大神玩家 但在现实中 他是个十足的路子 父母在动乱中身亡 只剩他寄人篱下 为了改变命运 阿伟没事就泡在天才哥档案馆 寻找通关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苦苦探寻之后 终于被他找到通关诀窍 下一次比赛日很快来临 一声炮响 车手全部急速前进 只有阿伟一人挂满道挡 急速后退 后面果然藏着一条密道 阿伟通过密道 避开金刚 轻松抵达了终点 通关之后 天才哥留下的NPC出现 给了阿伟第一把钥匙 还有下一关的线索 为了撩到小沙 阿伟将线索也给了他 这招果然奏效 小沙拿到线索 同意了和阿伟约会 阿伟回到家中 向朋友爱琪征求意见 哪套衣服比较好看 爱琪劝他清醒些 脑子进水才会相信网恋 没准对方是个抠脚大汉 然而阿伟根本听不进去 如约来到了舞会 他还不知道 因为拿到钥匙上了积分榜 他已经被爆弹哥盯上 爆弹哥排出杀手 时刻监视着他的举动 小沙今天穿得很漂亮 两人进入舞池跳舞 小沙抚摸着阿伟的体感衣 让他有些飘飘欲先 阿伟一个头脑发热 竟然将真名告诉了他 杀手也从监听中听到了名字 下一秒 大队LOL人马杀了出来 阿伟和小沙相互支援 同LOL士兵展开了激战 士兵投资逮住机会 朝两人放出冷枪 阿伟不幸中弹 护甲到了崩溃边缘 危急关头 阿伟使出了魔方道具 时间倒退回60秒前 阿伟和小沙也成功逃出包围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 阿伟在绿洲暴露了真名 BOSS爆弹哥 查到阿伟信息 于是派出无人机 要在现实中取他性命 阿伟平常都在车里上网 只有睡觉才会回家 等他赶到家门前 桶子楼已经爆炸 阿伟伤心地回到车上 不料却被一个大汉绑走 等他醒来时 发现对面坐着一个女孩 女孩的声线很熟悉 正是绿洲的小沙 阿伟撩了撩小沙的秀发 确认他不是抠脚大汉 接着两人破解了第二关线索 第二把钥匙藏在一部电影里面 这部电影就是闪铃 阿伟和朋友进入电影 亲身体会了闪铃的可怕 诡异的双胞胎姐妹 血潮涌动的大门 神秘的237号房间 可怕的迷宫猎杀 这些都不是答案所在地 真正的答案 在酒店舞会 天才哥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跟暗恋对象表白 小沙确认情况后 跳进舞池 替天才哥说出心声 关卡破解之后 NPC再次出现 给了小沙第二把钥匙 拿到钥匙后 小沙的名字同样出现在积分榜 LOL那边搜索到小沙住地 再次派出无人机 朝他发起了攻击 小沙掩护阿伟逃出驻地 自己留下拖延LOL 结果被抓去总部 成了一名苦工 阿伟独自逃出驻地 刚出来就遇到几位绿洲队友 队友砸烂跟来的无人机 带着阿伟逃离了现场 为了救出小沙 阿伟想了个妙招 他们黑掉爆弹哥网络 在绿洲劫持了他 爆弹哥以为自己已经回到现实 配合的交出了密码 有了密码 小沙得以成功脱困 阿伟本想让他逃走 小沙却决定打进敌军内部 里应外合 计划原本一切顺利 没想到的是 爆弹哥从镜子中发现了伪装 他再次退出绿洲 直奔小沙而去 爆弹哥来到小沙牢房 结果那里已经人去牢空 此时LOL智囊团 找到了第三把钥匙的线索 第三把钥匙藏在死亡星球 为了阻止玩家破解关卡 爆弹哥弄来保球神器 将死亡星球照了起来 阿伟知道凭借他们几人的力量 根本撼动不了神器 于是他来了一场直播演讲 号召所有玩家 共同阻拦LOL的行动 演讲完毕 远处一片寂静 看来靠嘴盾救不了世界 然而下一秒 轰隆的战鼓声响了起来 玩家大军如潮水般涌来 朝防护罩发起了进攻 神器的防御力确实强悍 眼见强攻无效 打进敌军内部的小沙 开始发力 他从内部发动咒语 摧毁了神器 玩家趁机一拥而上 发起了总攻 LOL派出部队 顽强抵抗 两方人马展开了大混战 爱奇化身钢铁巨人 巨霸战场 阿伟扔出鬼娃恰奇 让对面闻风丧胆 还有忍者神龟前来助战 爆弹哥驾驶机 谢哥斯拉亲自披挂上阵 就连钢铁巨人 也不是他的对手 眼见哥斯拉肆虐战场 高达终于披挂上阵 两边你去我来 打了个平分秋色 然而高达变身时间有限 最后惨遭哥斯拉毒手 钢铁巨人抓住机会 将小沙送到哥斯拉头上 接着扔出了炸弹 哥斯拉一死 阿伟和队友得以来到关口 然而骷髅杀手 却启动一雷 炸掉了前路 钢铁巨人将身体当作桥梁 让阿伟可以通过 杀手在对面不断使坏 阻止几人过桥 队友忍者一记回旋标 削断杀手手臂 阿伟得以成功过桥 此时 暴弹哥那边发现小沙就在总部 开始展开搜索 阿伟得知危险 击毙小沙 让他逃离了总部 通关点附近 还有大批士兵 阿伟一记神圣手雷 将他们通通清空 来到了通关点这儿 LOL的高玩 刚好通关了游戏 然而等着他的 却是陷阱 阿伟瞬间明白过来 这一关的诀窍 不在于通关 而是要找到游戏中的 隐藏彩蛋 他刚准备解谜 暴弹哥却再次出现 和阿伟玩起了真人快打 不过阿伟可是大神玩家 一招龟派气功 将他震开 接着一记倒勾 让他暴弹 暴弹哥不讲武德 正面干不过 只好发动毁灭炸弹 和阿伟同归于尽 冲击波所到之处 玩家数据全部清零 暴弹哥以为大功告成 没想到阿伟还有一枚复活硬币 在爆炸中活了下来 暴弹哥仍不死心 亲自驾驶汽车 要在现实中干掉阿伟 然而阿伟还有队友 他们掩护着阿伟四处逃命 让他有时间破解关卡 随着关卡破解 阿伟成功拿到了第三把钥匙 他用钥匙打开铁门 看到了最终的彩蛋 天才哥在那儿留了最后一个陷阱 让阿伟在继承书上签字 阿伟很聪明 通过了最后的试炼 此时原先的大殿 变成了天才哥童年的书房 那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天才哥拿出真正的彩蛋 将绿洲托付给了阿伟 到此为止 LOL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鲍蛋哥被警方逮捕 绿洲也回到了以前那个 纯净的环境 阿伟执掌绿洲后 认识到人们对绿洲的过度依赖 于是他定下一条新规矩 每周关停绿洲两天 那么问题来了 要是电影中的绿洲真的出现 你会同意这个规矩吗 有点赞订阅 有点赞订阅